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觀眾朋友們晚安 歡迎您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也邀請大家可以下載TVBS新聞網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新聞消息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今天的新聞網頭條 避免再次爆發悲劇 超商是緊急宣布未來的大夜班免勸戴口罩 當政府沒有辦法做出具體的改變措施的話 恐怕人民或者是業者都只能選擇自救了嗎 這個害人聽聞的超商刺死的案件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完整的報導 店員走出超商邊看後面的男子 突然他開始狂奔 對方追了上去 兩人消失在鏡頭前 但這時店員已經被刺了好幾刀 全身是血被抬上救護車 儘管醫護人員不斷CPR 但他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現場留下大片血跡拉起了封鎖線 死者爸爸接到二號 趕到警局低調不願多說什麼 他很乖很正常 他發生不幸的沒有辦法 謝謝你了 謝謝你了 遇害的二十九歲蔡姓男子是家中獨子 平常在新北林口超商上大夜班 只是一周有一兩天會來桃園龜山這間分店支援 結果遇上死結 一切的起因又是提醒客人要戴口罩 二十一號凌晨接近五點 蔣姓嫌犯沒戴口罩走進店裡 被店員勸導後他不滿直接走人 過了五分鐘來第二次 雖然有乖乖戴好 但結帳時卻把口罩丟上店員後就離開 結果還沒結束 都過了快一個小時又來了 這次他站在店門口叫店員出來 拿出預藏的雕刻刀犯案 警校趕到的時候店員已經昏迷 傷勢急凍在左胸口有三處三公分的刀傷 送醫搶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身材高大雙手被上銬 就是四十一歲的嫌犯蔣姓男子 走上樓梯的時候好幾次軟腳跪地 還得要遠景攀扶 超商店員善盡職責提醒客人要戴口罩 結果卻喪命 這叫死酒的家人如何接手 TVBN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就來歡迎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羅友志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好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超商的案件 真的是引起社會非常大的震驚 所以大家也說相關的單位 比方說像衛福部 難道不應該來鬆綁 或者是來做一些配套措施嗎 所以今天大家就有問到了 這個陳時中 陳時中最新的回應是這樣 他說沒有一定要勸導 要量力而為 這言下之意是在怪超商店員不量力而為嗎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跟委員報告 大概我們基本的態度 大概就是說 這都是屬於一般民眾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他是一個提醒 那主要還是警察要來執行相關的一個業務 其實就跟大家有時候勸導排隊等等 這些情況都是一樣 都有這樣一個提醒 但並不是他的一個責任 一定要讓他戴起來 那如果他就在路邊打架勸架 或是排隊 這事情那都要量力而為 部長想問一下 昨天超商店員因為勸導戴口罩被刺死 那現在有立委建議說 如果以疫苗普及過高的話 是不是可以再彈性調整戴口罩的政策呢 戴口罩的政策 大概暫時不會有所改變 那有一些些微的 在方便性上面那當然會有所考慮 那至於在勸導戴口罩 其實還是要以自身的安全 做第一個考量 所以聽完陳時中講的話 很多人覺得非常的憤怒 覺得說這個你要量力而為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難道是怪店員 你不量力而為嗎 但是所有的措施 不就是政府規定 所有的店家你必須要嚴格執行 不然所有的店家 也很害怕政府來開罰 但是昨天莊仁祥也同樣講 他是說要避免正面衝突 好像都把這個責任都怪到了 這個超商店員身上 這樣是合理的嗎 其實在這事件發生之後 大家也很想知道說蔡英文的反應 到底是什麼 因為過去蔡英文在2016年 告訴大家說 這個社會安全網一定要補起來 可是他現在似乎已經忘記這件事情 當這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他是在臉書上面 他宣傳高雄的活動 可是大家卻為了這個超商店員 竟然我只是做好我份內的工作 我是勸導人家去戴口罩 我就喪了命 大家非常震驚這件事情 可是總統笑嘻嘻 卻沒有撫慰人心嗎 難道人民的擔憂 人民的恐慌 人民的不安 總統不應該要趕緊回應嗎 難道你心裡想的都是選舉 宣傳高雄的活動 這樣的事情嗎 所以網友們非常憤怒 在網路上面 大家在轉發這一篇新聞的時候 就說曾幾何時 超商店員居然成了高風險的行業 所以看到蔡英文這樣的po文 下面的留言都是這個樣子 蔡總統 我如果勸人戴口罩 我會被殺嗎 那請問你到底是網紅還是總統 還有超商案 你怎麼一句都不提 在你的臉書上面 你只是顧著做網紅 你的觸及率 難道人民是活該嗎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對於蔡英文的五感非常的憤怒 但是蔡英文對於什麼事情 會秒回應 過去這變臉的事件 他被換臉換成A片 他震怒 馬上就貼出來這個圖文並茂的說 要法務部火速修法來重誠 還有走私貓安樂死 他也趕緊po文 甚至是拜登的狗狗走了 他也要在推特上面來回應 以及高端跌停 這些時間點我們都看得到蔡英文的出現 但是如果人民需要總統出來 講個公道話的時候 你是等不到蔡英文 他也不會第一時間回應你的 這就是非常悲哀的地方 那司法與人民脫節 到底總統在乎什麼呢 屏東挖岩案發生的時候 他是說謝謝大家 我的IG即將突破90萬追蹤了 他眼中根本沒有人民 他眼中只有他的IG數字 還有台中斷肋骨事件 他說我只關心陳柏惟 我跟陳柏惟通話 我為他打氣 還有太陽能電場的啟用 桃園被刺死的事情 他說三百年一句 我以客家人為榮 所以你可以從上到下 看到我們的執政黨 對於人民的關心 你已經可見一斑了 你知道他們到底把人民 放在什麼樣的位置裡頭 那官員又怎麼回應呢 總統都這樣說了 官員也可以講一些像樣的話 但是沒有 你看陳忠諺講 他說我們應該要保護好自己 趕緊報警提高 見警率降低發生意外 就是警察你要多跑一跑 就是內政部講內政部的話 那勞動部講什麼話 他就說那我們就建議超商 你家派人手好了 那你要不要乾脆請超商 請保全 反正你要嘛就是怪人民 要嘛就是把責任推到老闆身上 怎麼推呢 就像蔡英文去講的 一粒一休那時候去跟你老闆說 所以怪來怪去 人民的錯 店家的錯 就是政府沒有錯嗎 尤之哥 首先我要糾正一下網友 不要說蔡英文是網紅 對不起 網紅不會那麼冷血 對我來講很多網紅是很有情的 包括我喜歡蔡阿嘎 或者是那個老高於小莫 都很有情好不好 沒有像你這麼無情 冷血的網紅 你還不配叫網紅 網紅是必須要對社會負責任的 更何況這些網紅 只要有這些超商現象 你去看所有館長 蔡阿嘎 你看這些人有沒有在討論 有 他們比誰都難過 請不要這些網友在說 他是網紅總統 因為他不夠格 他算奶根蔥 他配資格叫網紅總統 你別鬧了 網紅是所謂的 跟社會接觸的網路意見領袖 他連意見領袖都不夠格 他腦記裡面都叫什麼 一條人命 我817萬票才少你一票 我還有8169999票 少你一票又怎麼樣 加你爸爸兩票好不好 整個家都不要投給我 我也沒差 超商他為什麼要難過 龜山 多少人 你家會有幾個 這種弱勢團體 你家會有 還有紙雕師 他們不讓他20個粉絲了不起 扣掉 我有差嗎 我還有200萬可以扣 扣打那麼深 這個叫什麼 這叫網紅 別鬧了 不要羞辱網紅 我們這些 我跟志強也算某個程度 在某個領域也算網紅 你又這麼無情嗎 我就看到人家講網紅 我就覺得侮辱網紅 他連網紅都不夠資格 當什麼台灣總統 為什麼這些 我們看得這麼生氣 我早上已經氣到 我中午直播已經氣到不行了 我就討厭的就是 記者在給我寫 某一個官員 鄭文燦震怒 我跟你講 以後以前如果只有記者 我都把你稿子往你臉上去丟 天天幫這些官員洗白 鄭文燦你震怒什麼 是我們才要震怒 侯友宜也震怒 盧秀也震怒 每次發生什麼資安事件 你們都震怒 我們才應該震怒 我們生活在這空間裡面 你看這些網友 為什麼我走出去就被殺 為什麼我上個班要被殺 是我們要震怒 還是你們要震怒 搞不清楚狀況 我整個夜明天我早上滑 全部都是鄭文燦震怒 你不要像一個 就是像蔡英文不回應 要不要像鄭文燦這種回應 就是在開始在粉飾太平 為自己找台階下 這些人一條一條都叫命 我管你是一票兩票 真的很可惡 然後我最討厭的是 其中裡面整掛 除了蔡英文一樣 最討厭誰 陳忠諺 提高見景率那一位有沒有看到 我是社會記者 提高見景率是所有的 我在二十幾年來社會記者 我每天都在講的 展秀有沒有 我那一代人是天天在見景率 然後希望警察怎麼做 結果破壞見景率的是誰 是我還是你 還是超商店員 破壞超商店員 見景率不像你陳忠諺 你那邊大聲講聲什麼 什麼叫破壞見景率 見景率 我告訴各位 所謂的社會安全網 這個太阿姨沒在做的 什麼叫社會安全網 分兩塊 一個就是已發生的 包括這些治安顧慮人口 這是其中一塊 一個叫未發生的 我們明明知道他可能有 可是他沒犯罪 你不能拿他怎麼樣 這兩塊各有方法 真正對付治安顧慮人口 就是曾經有思覺失調 或者什麼樣犯罪人要出來 這個叫治安顧慮 我們要用什麼 就叫社會安全網 什麼叫社會安全網 三個 警察 社工 里長 蔡軒 我講完了 你知道這三個人現在有多忙 警察現在在幹嘛 查查社會違法 只要在網路上對政府不利了 社會違法跟你送辦 警察天天在忙這個 里長在幹嘛 幫你打疫苗 亂七八糟的疫苗政策 里長搞得焦頭爛額 你問有轄區的這些議員 是不是這樣 里長忙翻了 社工在幹嘛 紓困 所有人多沒錢 餓死了 社會在一堆社工忙翻天 都是你們把見警率提低 弄低的 這個叫做社會安全網 全部都在忙你的事 所以沒有人去管這些人 這些人 警察 里長 社工 有多久沒有一起 為這個網在開會 去連結 把自己手上的資料列出來說 我這邊這幾個發生什麼 這件事情警察你要注意 我要注意 誰有在做 一個里長告訴我 多久沒做 他們都去忙別的事了 都不能不務正業 對啊 那見警率 全部都去查社會法 全部查你們自己的 誰要公投亂講什麼送辦 然後核四什麼樣亂送辦 警察在忙這個 他怎麼見警 再來 操作什麼 北中南這樣公投 警察都忙死了 警察怎麼顧治安 天天在街頭 你200場 你只有多少警察要佔你的崗 最後這些警察的士氣全部 都被你弄垮的 每個警察 哪有怎麼提高見警率 每買個便當 都被你們這些民進黨 以前在街頭抗爭 然後每天罵警察 大家買便當看到警察就罵 這叫見警率你知道嗎 警察犧牲自己的中午休息 是買便當叫提高社會見警率 然後你把他罵翻了 你們還鼓勵 這叫見警率 不管社會安全跟見警率 你們全部都摧毀了 然後你現在告訴我你震怒 然後你蔡英文臉書也不寫 你給我震怒什麼 我們才應該震怒 我看到這種人命 我真的早上氣到 有在做事嗎 每天在搞中搞西 什麼都不管 這個政府真的2024 在那邊執政 我告訴台灣沒救了 所以我們每次任何防疫的事情 任何出現破口的事情 通通累死基層 累死基層的警察也好 累死基層的這些超商的也好 或者是百貨店員 這些做生意的人 這些店員們也好 通通都甩給了基層來做 像之前口罩的事情 也是累死了基層的 所有的這些藥局 所以政府你到底會做什麼 只會出一張嘴 我們剛剛看到莊仁祥 在記者會上面最新的說法 他是這樣講 未來要以錄音廣播 來取代店員的這些勸導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方法 我跟大家講 大家在責怪蔡英文 蔡英文她心中最不關心 就是人命 你去發現說 她每次只要發生重大事件 你看她對人命的那種忍沒 是不可思議的 高端股票跌 她第一時間衝出來 搞得跟法說會一樣 然後護航高端護到什麼程度 我就講一個最近的例子 你今天在講超商 我們這個讓家遺憾的事情 一條人命 城中城大火46條人命 大家都已經忘了 你看蔡英文那時候在忙什麼 她忙著挺成薄圍 整個民進黨連高雄市民代 全部在忙挺成薄圍 我說真的 那已經是到那種冷血的極致 蔡英文可以在這冷血極致當中 她要做個樣子去探視家屬 去五分鐘快閃 五分鐘快閃 還消音架鼠的聲音 然後一般的人 有一點點所謂的羞恥心的 你那五分鐘快閃被罵了 對不對 被罵了 你一定會覺得很抱歉對不對 那我就要稍微要警惕一點 沒有 幾天後公祭 他跟你搞兩分鐘快閃 五分鐘被罵 他就是什麼 你罵我 我告訴你 我再給你看看什麼叫做極致 兩分鐘 五分鐘縮短到兩分鐘 你有看過一個總統 對所謂的高雄有史以來 最慘重的火災 是用這麼樣的一個 所謂的人血的態度去看待嗎 所以你去看說今天超商的這個事情 你現在看大家就網路在講 你現在變成在超商工作 變成事實上最危險的工作 不是單一個一二再再而三挖眼 然後現在有人死掉 那之前勸導發生的一些事故一堆 那我想請問大家 你今天看到蔡英文在幹嘛 蔡英文完全就不在乎這個事情 那這個第一個例子 對人民的輕忽 第二個我跟大家講 他對人民的輕忽從哪裡可以看到 就是77萬的高端世紀戰士 這77萬人 請問為什麼裡面的人 他們要去打高端 至少一半是相信蔡英文 可是請問大家 這些白打了77萬的支持者 裡面有一半的支持者 我只問他 你去參議員臉書看 他有對這個事情發表一次談話嗎 沒有 有嗎 他完全當作路人甲 256跟他沒關係 我只講一件事情 你現在說指揮中心說叫他們重打 我就問打出人命誰負責 對 不負責 隨時說直接講 沒錯 我不負責 不好意思 你們打的事情 死活你負責 我騙你打是我叫你騙你打 但是你打了之後你被騙 你活該 死活你負責 那我就講一件很簡單的事 你要民眾死活負責 我也簡單 我也沒有多昂貴的要求 那你蔡英文你自己示範重打 你不是已經示範打兩劑高端 對不對 那你示範再重打兩劑 你示範大家看答案沒事 你沒有任何科學證據 然後你跟他隨便一句話說 那兩劑白打 你就重打 那不然要怎樣 那不然要怎麼樣 對不對 還要我道歉嗎 不然你要怎麼樣 所以你看到今天回到超商的這件事情 蔡英文的這個所有的人血的狀態 我跟你講他還是都不理會 他理會你幹嘛 因為他就吃準一件事情 反正事情過一個禮拜之後 大家也都沒事 都忘光光 然後事件發生當下民調跌一點 隔了一個禮拜以後 講個三色鬥民調又上去了 所以他為什麼要是講三色鬥 然後去悼念拜登的狗死掉 因為就是很神奇 他民調可以調一下 然後接著上來 然後接下來講陳時中 陳時中已經是幹話多到 已經覺得大家覺得說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 對 對 你 奈他和 奈他和 你光是世紀帝國 世界帝國裡面 對不對 他說的插話 抱歉不好意思 說了一個那個字 插話對不對 那現在我要講說 你現在你搞了半天是 意思是說 我們超商的這些 我們的一些工作人員 勸導是活該嗎 意思是這樣嗎 其實我沒有要你勸導 那你勸導是活該嗎 可是你如果說你的整個指南 你一開始跟我講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 那屏東挖延岸的時候 你怎麼出來講 你就把SOP建立清楚 你說廣播可以 你一開始就說廣播 你跟大家講說 請大家不要勸導 可是我跟你講 你叫大家不要勸導 我也會出問題 你相不相信 你叫大家不要勸導 那我告訴你 以後在路上有人勸導 你的風險更大 真的風險更大 因為他說陳時中說 你不可以勸導我 他更火大 因為現在整個社會 我說實在話 現在真的因為疫情 加上貧富差距擴大 貧苦人變多 整個社會其實是 充滿了那種暴力之氣 你看社會最近那種暴力事件 而且是那種隨機性 或是因為矽固 或是甚至所謂的 沒有緣由的暴力事件 是越來越多 原因是什麼 就是現在整個社會 處在一個不安的狀態 但是我們的政府 是在粉飾太平 那我最後只講 你看蔡英文什麼事情 反應最快 罵黃嗜羞的速度一流 罵黃嗜羞的速度一流 但是遇到這種所謂 人命關天的事情 神隱不見 好 剛剛有這個 萊爾夫超商開了第一槍 說宣布即日起 不再強制提醒顧客戴口罩 現在大家乾脆逆時鐘了 你雖然沒有講說要鬆綁 你還是規定說大家都要提醒 但是現在超商 我決定不要聽你的了 因為我聽你的 最後後果是怎麼樣 我不負責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網路溫度計這邊 今年超商勸戴口罩 要發生的傷害事件 其實蠻多件的 這樣子算一算大概就五件 被大家所熟知 那挖眼案是上次 就是討論度非常高 大概衝到三萬筆 這一次遭刺死 是衝到了大概四萬多筆 可以看得出來 人民的憤怒跟討論 怎麼會這樣子勸戴 要戴口罩這件事情 就會這樣喪失一條命 他只是好好的去工作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網友的討論就說 遲遲未改善社會安全網 高達六千多筆 第一時間蔡英文的臉書 仍在貼活動 也將近六千筆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 蔡英文的冷漠 對於這一個政府 說好要改善社會安全網 卻沒有改善 非常的失望 友誌哥 他怎麼改善 他完全沒在改善的 他從來沒有想要改善 因為他無能為力 這是性格問題 大家不用再往蔡英文身上 去招呼了 他不可能的 整個民進黨 他所有的東西 他有沒有情 他沒有情 因為領頭羊就是一個公主 對他來講 這些人叫做惠多賤民 你們只是一張選票而已 他沒有同理心治國 他怎麼去做這些社會安全網 他只會在那邊寫 小燈泡阿姨會幫你補破網 就是文青市的語言 對啊 他只會在那邊寫藻礁永存 他所有寫的 留下任何字句的 一定打他自己的臉 為什麼 因為他在寫的時候 沒有喊感情 對 他就只是知道 這個你們一定會報 你們一定會讓 為在那個時候的他加分 跟鄭文燦不是也是 今天只要發一個震怒 難以接受 連難以接受四個字都可以出來 這是不能接受 對 他還跟說難以接受 大家去看他臉書 難以接受 難以接受是什麼 我還有一點可以接受 一條人命死在你的桃園 你跟我講可以接受 而且他在忙公投 這些人寫的文字 每個都可以打自己的臉 對 寫完之後 馬上跑到台北來講公投 不就是這樣嗎 如果你真的難過 不能接受 我跟你講你在桃園哭到出不來了 是 你難過到出不來 所以為什麼 大家為什麼 你看那個憤怒是一直往上升 對 因為那一個是蛙眼 他至少還留著生命 我真的不曉得 現在這個小妹妹以後怎麼辦 這個是連命都沒了 是 那下一個該怎麼辦 我們到底應該還為自己做什麼 沒有 所以這個政府只會出一張嘴 不會做真的事情嗎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